给全红蝉打低分的裁判终于浮出了水面 他就是来自上海的8分裁判李某莲 就是他给全红蝉那近乎完美的207C 打出了致命的8分 这个裁判和陈玉希都是上海人 究竟是巧合还是有意为之 无人知晓 但让人不能理解的是 这个裁判已经不是第一次给全红蝉押分了 真是欺人太甚 事可忍 孰不可忍 当愤怒的网友把这个裁判扒出来时 他整个人都贪了 惊呼 你们是怎么找到我的 其实大家并不是无法接受 全红蝉是银牌或是金牌的结果 而是无法接受全红蝉在近乎完美的表现下 有人刻意给他押分 众目睽睽之下 这个裁判为什么会情有独钟 一定要选择207C 给全宝宝押分 因为全红蝉这个动作曾有过瑕疵 所以裁判选择这个动作押分 正是利用了观众印象分这个特点 这个选择显然更容易蒙蔽观众 也避免了外界的质疑 但最重要的是 这个分数决定了 谁能拿到即将来临的巴黎奥运会参赛门票 这其中之奥妙着实耐人寻味 全红蝉并不是输不起 他也没有一直稳居第一 但这次为什么网友的反应会如此强烈 公道自在人心 因为大家无法接受 赛场背后的黑暗与不公 作为一个裁判 既然人民给了你至高无上的权利 应该公平公正地对待每一个运动员 如果为了背后某种利益 某种关系 甚至为了一己私欲去打压一个运动员 去刻意毁灭一个运动员的梦想 这样的人丧失了职业道的 连一个孩子都不放过 根本不配成为一名裁判 对于这样的裁判 你是怎么看的